不料有一天 有位志工喝醉没有送 加上客户住处没水没电 一下子陷入危机 长照中心发现 照管专员想送热食抢救 于是在山下村落杂货店 商界热水泡面 就这样一位开车一位捧着 一路摇晃去救人 上去咯 6月4号周三晚间10点 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 长照台湾社区最前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